歡迎收看《劉士思見》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佈179.53點 按週跌了0.18% 走勢繼續反覆偏遠 聽完CCL之後 我們就介紹了今天的嘉賓 我們就請來了 長益地產總裁兼資深投資者 汪敦敬、汪先生 另外繼續有師生 兩位你們好 大家好 師生好 跟汪先生談談 你一向都被視為樓市大好友 最近發表了一個假跌四部曲 市場有些迴響 你是不是轉向看淡香港的樓市 自己有甚麼提法 其實社民兩三個禮拜前 其實是想反映有些辦法 開始清楚下跌趨勢 而且應該還會跌下去 其實當時社民都說有些升有些跌 跌的板塊 既然我們還未跌完 於是我們就分享所謂 跌價的四個階段 給投資參考 其實樓市結構沒有改變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因為我們錄這集時剛好加息 美樂加息 其實蔡爺或余總監 都會看到余總蔡 都說到香港結構相當健全 但問題是這個市況很特殊 很久沒試過一個市場聚集幾年的悲情 影響到市場成交 結構沒有改變 即是錢很多 供應還未到 欠錢很少 財富效應都很高 這些都沒有變 不如大家用一個新常態去看 不要覺得今次等於 以前幾十年的哪次推現 當作是一個新的市場情況 大家去探討 所以說是這樣 師生你有甚麼看法 我記得年初的時候 你都說今年是傾向悲觀 其實現在是否都符合你自己年初的預測 其實房地產市場 這幾年來 都是負面消息多於正面消息 即是政治上 中美國力 又經濟上去全球化 還有地緣政治的緊張 加上疫情 都很難說哪一條消息 是對地產有利的 但是 這麼多年的負面消息下 香港的樓市 是壓壓不倒的 即是說它的抗跌能力 是很強的 本來那些人說股市走在樓市之前 股市跌完樓市都要跌 但股市又跌得很厲害 很早已經跌了 年多前已經跌了 樓市現在都是 即使你說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年初到現在都不超過5% 上個星期都是0.1% 即是說市的抗跌能力很強 但這個都是抗跌能力 它亦都沒有急劇上衝的能力 這三年來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都是170點和190點之間徘徊 沒有能力上升 其實這段時間 世界大部份地方的樓價 是升得比香港快 也都是因為他不是急衝去到很高 所以他亦都未必急跌 現在就在這個水平 珍持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自己覺得負面因素陸續佔優 通常這些因素會反映在買賣雙方 在討價橫價的時候的角力 如果是賣方佔優的時候 他是企硬不減買方都要追 但今年的情況就有少少調轉 就買家不追 業主等下等下都有少少調 即是先出現的是交投量回落 交投量回落之後 要賣出的業主等一段時間 他就會面對現實 通常二手市場的調節就會慢一點 現在關鍵是看發展商 如果發展商在賣樓的時候 相對面對現實 將價錢調低之後 市場的調節就會加快 現在我相信都來到一個臨界線 發展商要作決定 零年賣不開貨未增加 還是開一些市場能夠接受的盤 我自己覺得發展商都是做生意 貨如輪轉 你訂一個賣不出的價錢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接下來我認為 向下調的機會 是主導至下半年的樓市 即是說住宅市場 工商套當然是另有特別的因素 是否兩位都覺得現在市場 都未去到最悲觀最悲情的市況 我覺得用今天去看 有些板塊跌 我覺得是未跌完的 剛才師生有些我同意 有些我想補充 例如說很簡單 剛才你說的那篇文 其實兩三個禮拜前寫 到現在是悲哀時 即是我施生說的 是悲哀時 那時是比較平衡時空 升跌的板塊都挺平衡 到現在我相信跌的板塊較多 有升的板塊 這樣就有留意 但我希望大家再考慮一些 即是市道的本質 因為既然市道本質 不是因為樓市結構 將來發展 亦會根據不是因為樓市結構的下跌 因為悲哀主導的下跌 這個結構將來會發展 譬如說這個結構將來不同的發展 可能會回復得比較快 當悲哀減退時會回復得比較快 我可能會落伴少許 就是去回復時 因為的確聚積了一些購買力 有些香港人有些板塊是窮了 有些板塊是有錢了 即使打工仔都有 有兩個不同的板塊 有錢板塊聚積的購買力 如果在悲哀減退初期 應該會恢復得比較快 這是我的看法 主要說發展商 似乎發展商應該會在開價 會吸引 我們暫時建議 當然要看回長期 但問題在中途加單加推時 似乎是會回復之前商約的價錢 這都給消費者參考一下 我看法 師生覺得最悲哀到未 何時可能會最悲哀的時候 我講講股市跌 樓市不跌 現在的樓市 其實沒有投資者和投機者 因為你有辣椒 機構投資者 外來投資者要給買家印花費 30% 嚇到很多人 如果短期轉讓 也要給特別印花費 現在市場上都看不到有confirm law 或者短期轉讓 所以投機者就沒有了 連買第二間樓收租 都要給雙倍印花費 所以現在市場是相對健康的 只有用家在這裡支持 如果市場上有很多投資者投機者 他們的需求是順適萬變 市不好立即由想賺盤到沽盤 用家就不是 因為跟女朋友說好年未結婚 他不可以不買 老婆懷孕 兒子要出生 請多個費用照顧家 他們要找多些地方 這些需求是叫剛性需求 永遠無法改變 所以市不好都要賣 而供應不足 所以令到樓價 擴跌能力很強 因為之前的因素是投資性的因素 政治上的問題 或者宏觀經濟的問題 但是接下來出現的加息因素 是一個用家都要面對的實際問題 即是利息一上升 現在的下半都是H岸為主 97%是H岸 同意賊息一上升 他就要月供上升 月供的金額上升 會令到有一批人失去了買樓資格 少了需求 樓價便會跌 所以我為何現在認為樓價會有壓力 只要用家都會受到這些供樓的實際 每月供款的增加 而令到他失去了負擔能力 這對用家都有影響 而且一直會維持到年尾甚至明年 都會有影響 所以我就看回市場 可能要作一些調整 不過有一件事大家都要留意的 就是聯儲局加息是為了壓通脹 但是加多少才能壓到通脹呢 理論上要加到利率高於通脹率 那些人才會將消費搬回銀行 否則你放到銀行得到的回報 都不夠購買力的蒸發帶來的損失 現在美國都是負利率的 但是加了這幾次息 已經令到美國的經濟出現負增長 連續兩季負增長 叫做進入衰退 在通脹和衰退之間 兩害取其輕 美國政府和聯儲局 都是最終通脹又有個先 不要經濟衰退 不要就業人數減少 這些是對政府有實際壓力的 所以現在市場的估計 是今年之內可能加多兩次息 但是明年再加兩次 就差不多經濟是受不住了 所以利息又會下跌 在利息市場的期貨合約 已經看到兩年後的利息是向下的 不是沿著的勢上 所以加息未必是持久得太厲害 如果美國是接受通脹 又不加息的話 就會出現通貨膨脹持續 如果通貨膨脹持續 就是拿錢是沒有好處 那些人在通貨膨脹的時候 就會買一些實物的資產 買樓、買金 變成樓反而因通脹而得益 所以這也是一個大家要注意的因素 我完全同意 即是說沒有免費午餐 加息也要有代價 如果美國一間大公司 盈利只有2% 如果你加息 其實就是減了很大量 所以我相信 但如果用這件事放在投資 即是說如果我們覺得 原來加息不是走得很遠 其實我們就很容易預算到香港息口的衝擊程度 即是我們在知道香港息口會滯後追加的同時 我們都可以評估到息口去到標範圍 起碼我會覺得壓力測試就一定是夠照 其實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看 香港息口其實在長遠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挺便宜的時侯 只不過我們比最便宜的售貸 我覺得投資者要考慮這個觀點 其實除了加息 其實環球經濟或一些投資環境 其實現在都不是很明朗 利膽因素都充斥著市場 其實現在兩位都在投資界打滾了這麼多年 無論是港樓或其他投資產品 有甚麼心得可以給觀眾 如果我個人覺得… 如果我個人在投資上來說 我會覺得買甚麼是對我們有利的 因為如果消費者應該都在想 哪類消費者才是現在入市會有利的 不是每個人的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風險和投資結構 例如我們可以舉例 例如家穩租住的人 其實租客趁機去買樓大膽還價 買樓應該是一個好的時候 半樓當然都可以 大部份半樓的人士都可以貴買貴買 便宜便宜 改善環境都會去做 當然如果一個熟手的投資者 我們要強調一個熟手的投資者 他會怎樣想 希望用家不要留意學 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看法 熟手的投資者 如果我個人會覺得 既然是一個悲情的市 悲情市的特性是可以繼續悲 只要有消息他可以繼續悲 或經濟不起動可以繼續悲 可以悲過龍 如果經濟結構沒有變 即是經濟結構沒有變 他又悲過龍便入市時 但現在悲過龍未 我覺得未 或是買二手兩房細單位 有些地區會有悲過龍 因為有些地方我們見到 猜股處有些小單位 個別小單位已經是租金上升 樓價下跌租金上升 便是相對抵賣 但這類的投資的看法 要小心 自己承擔自己的風險 這是我的看法 詩先生有甚麼意見 我之前在不同場合都說過 現在是資產大蒸發的年代 有錢有資產的人 過去那段時間 資產升值了很多 在QE下 西方的貧富懸殊的程度 比錢更加嚴重 一比九十九 少數人有資產的就升了很多 大部分人是沒有得益的 這是有違天度 我佩服老子的一些觀念 老子說天之道 損有餘而保不足 應該是有餘的有多的 就要損失一些 損失一些去哪裏是保不足的 之前在QE下 資金流出來的第一批得益者 就是財金市場的資產 它會慢慢散出去 我認為那些人是得益過多 現在就開始會蒸發一點 如果你身邊有人投資 你了解一下他們 大部分過去那段時間 都是損失多於得益的 買樓那些算最幸運 是損失得少一些 既然是會資產大蒸發的 當然是減少投資 好過增加投資的 要看看自己的負綁如何 是否借得很多 減少借貸 千萬不要拿自己的儲蓄去供樓 要看著自己的經常性收入 給你份工 每個月有多少錢收入 那筆錢 拿來供樓供得益就安全 如果你是靠爸爸以前 靠一些遺產去供樓 這樣就不安全 不如錢一次過還了 等自己供得不辛苦 我認為在資產大蒸發的年代 不要輕易增加投資 另外盡量減少借貸 如果減少借貸 但是你手上如果沒有借貸 等於全資產 如果你的全資產 只會因為資產升借 或者資產貶借的資產 上上下下都是資產 如果你是借貸比例高 譬如你借了七成 七成不算高 對外人來說 你樓價跌三成 你都跌入獄 因為你的貸款不會變 你的資產值就變 所以你如果樓價跌了 你可以將所有的資產都跌掉 所以大家就要保守一點 不要期望這麼大的升幅 輸小當贏 但是實用的東西就不怕買 難道米價跌 你不吃飯 你都要吃 你現在有能力 你的錢就要用在實際改善生活上 你有一筆錢 你可以換一間靚一點的單位 住得舒服一點 這就是用錢去買一些實際可以得益的東西 你不買字 你去買一些其他的結構性產品 說升幅很快的那些 可能不見一大部分 你買一間自己合用的樓 你會立即改善生活 例如我好像差十幾歲 有樓不買嗎? 難道只剩下你的兩天才買嗎? 買了住兩天就沒得用 所以趁買了有用 早點改善生活 這些實用的東西 是在這些年代還可以買的東西 其他的投資把握就不容易 我第一次聽施生說財富大徵犯 上次是遊艇 施生下來後 我跟施生說是有機會 因為我當時未看之前的文章 我為何會覺得在財富大徵法時代有機會 因為所謂西去東來 為何昨天兩個國家主席 兩個國家主席就要談電話 西方便會泡沫減少 它是一個泡沫經濟 它是一個牛熊市 如果有很多形勢去到東方或中國時 其實中國經濟不太喜歡泡沫 如果是這樣 接下來的時間 便會是一個相對較少泡沫的年代 有一個看法後 我再跟施生說 我再回想 如果一個低泡沫年代來 雖然是低泡沫年代來 但問題是香港股市的價格 其實是去泡沫去得很重要 但問題是它的價值 其實都隱藏在裏面 即是有一些值隱藏在裏面 即是說雖然是低泡沫年代 但有一些值隱藏在價格下 即是超值 我仍然會覺得 這些是高人才能做到 因為我們怎會這樣問人 我便會覺得 這個環境在轉變裏面 我們要尋找有機會 而且經濟都有財富轉移 效用在裏面 我們便要找機會 即是當你拿著錢 即是師生說 拿著錢 都可能會有危險 我們都應該盡量找一些 安全一點的投資方案 我同意的 現在投資是越來越難 而且我每個人都應該要找 自己合適的投資方案 希望大家在現在的投資環境下 可以找到自己適合的投資方法 今集很感謝汪先生和師生 和我們分享看法 下集樓市事件再見 再防止 4an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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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antv 6 7 8 8